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7月19日 这是今天第五场读报的影片节目 我刚才看到海外媒体好多都在猜测习近平健康问题 甚至有的讲他已经过世了,等等等等 那么这样讲吧,通过一些细节看的确是有点诡异 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万维网刚才发了消息 就是7月18号三中全会结束当晚 央视新闻联播释出的新画面显示习近平出席三中全会 似乎平息了此前中风的穿沿 但有些网友心比较细,就发现什么呢? 博主的画面移华节目,也就是开幕式的画面当成闭幕式了 还有个细节就是 新闻联播的画面显示闭幕式在大会堂举办 央视配对国际客的镜头露馅 因为国际客的镜头冷然是京西宾馆的会场 那就等于说他造假了 因为这个电视台这个事情是一件很大的事 如果你在电视台工作有经验的话能看出来 这个本人没在电视台工作过 那是做文字的,咱们从技术的角度讲 没有看出什么破绽,但是经过网友这么一分析 再仔细看一看,接着连散好多的诡异的细节 不光是一个细节,还有其他一些细节 这篇文章也指出了 新闻联播不但没有指摇 而且有关习出事的谣言越来越受到关注了 他这里也用了教授财侠的观点 中央党教财侠的观点 他说习中风消息绝非空穴来奔 一些罕见情况表明人性要动 那么微信中就传了一些截图 我也看到一些截图了,好多啊 1976年10月6日再来 如果是10月6日再来 那是发生军事政变了 不太像政变 应该是有病例的可能性是有 说是政变,政变现在媒体上还在宣传它呀 好像不太像,应该是重病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在什么日子 有的地方鞭炮存货卖空 53度白酒存货卖空 北京长安街全面封禁 人们不许旅游客游览 不许行人游览停留 地铁天安门 东站通知呢 这个有些站呢就跳过去了 跳过去了啊 何时会不正常没有显示 等等等等 特别是什么天安门广场呢 有一些人在那快车道上行驶啊 少数一些人自行车骑过 就有些人骑自行车 一只手打着这个 罢了,一只手呢拍照 那就证明这个 你管的真的假的 反正这种传言在北京已经是 沸沸扬扬了啊 因为什么他干了十多年 实在是老百姓 这个发善可陈啊 老百姓也是受够了啊 可以这样讲 不论哪个社会阶层 你是普通的百姓 还是知识分子 还是体制内的官员啊 这样讲嘛 对他没有什么好意思啊 大家都是觉得他应该下去 但他恰恰到现在的位置 还在这个位置上 所以肯定了 这个一旦有个人 讲一个不利他的消息 别人都信其是真 人都是这样吗 你恨谁就希望 谁能出点事 是吧 哪怕走路摔个大跟头 人都鼓掌啊 这个还附和人的一种一种月望 再加上 他的确是这个新闻造假的 这说明这个八成 他是不是就是闭幕式 他没参加 零三街的话你要如果如实告诉 老百姓也可以啊 你像美国加拿大 如果有这个事早就报道 你看拜登这个报道 都是非常及时报道 非常透明的啊 这政治体制不一样 中国就在隐藏 越隐藏 越是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 也隐藏不住 所以呢 这条文章就告诉你了 汽车者不少人 一手扶手 一手用手机拍摄 小视频中明显溢出人们的轻松 欣喜的形象 和这对照之警察 每隔二十三十米就一个 他这警察倒不是新鲜事 每隔二十米三十米以前都有报道 就是这些这个老百姓汽车从这掠货 然后呢大家都觉得好像是从身上脉子卸下来的感觉 这个有点类似于像当年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前的社会 那时就是啊 因为大家对这个四人帮搞王王大革命就其实毛泽东搞王大革命就算已经受够了 你把我都那时候属于比较傻的人都觉得这样整下去实在是没有前途啊 那时候我还在乡下1976年我在辽宁省新年县炮子公社 我炮子大革命当知情 那时候的确是非常亚裔啊 我记得有个旁边有个青年典的同学来 告诉我们说内蒙古啊 说跑到内蒙古好 内蒙古可以当土匪 说当土匪啊 有饭吃还自由 不用天天出宫就是劳动啊 因为每天你出宫早晨走四点钟就要起来 然后洗脸什么 有的时候还学习一会儿 然后就开始出发啊 排队出发到地里去 两顿饭都在地里吃 至少有一顿 中午饭就在地里面 你劳动的时候啊 停下来说半个小时吃饭 完了就是火房就把饭挑来了 火房的那个两个就是青年吧 就靠着那个炸那个木桶啊 里面装满了就是那个菜的菜啊 炒的菜套 一个人就反正比街鱼是好多了 都新鲜菜这些吧 一大碗 然后一个人白米饭 有的时候还吃高粱米啊 记得有一个人特别能吃 吃七碗高粱米才吃饱 吃完他就到厕所去啊 这个没怎么消化就排除了 我记得有那么个人 那个人还干嘛干嘛 说我姓张啊 我忘记要生名了 在那个年代 就看不到前程每天的 有的时候 连晚上还晚饭还在地里边 然后月亮都升高了 还在里边搞什么农业雪打赛 什么雪打赛 咱们那个地方是平原的啊 根本不需要 无法修梯田 也要学习陈永贵 就是把那个地儿啊 原本好的那地都给挖 挖个坑 然后也堆成那个就搞梯田 搞得真是四五像啊 我跟你讲太苦了 哇 就是原本是好的地 熟地就挖成圣地了 根本也不长双家 就在有那么几个小土丘的地方 也开始学习这个大赛啊 还搞了还修了个红旗渠啊 就是把那个水引到那个 叫天眼变通土啊 要把那个就是水引到山上去 从山上再流下来 结果搞了一半 毛泽东死了 把那个 那变成一个 变成的遗址了 后来我 呃 07年 我从监狱释放06 我回去看 就那个 那个 残垣断壁 那些土墙啊 那些当年就是 修大赛留下那些痕迹啊 那些仓 满目仓 仓义啊 就满目千尝百孔 老得乱七八糟的那些 东西还存在 还有痕迹啊 没怎么 没怎么变 我要讲 那时候在那个年代 那时候就有一种 就特别迷茫 于是别人就想说 跑了吧 咱们一起去 跑了 跑了就拿个镰刀啊 镰刀可以就是 需要欺负 你要砍的 那镰刀不见吗 咱们那时候搞不到枪了 就说上内蒙啊 可以有枪 有枪咱就可以出去当土匪 那真准备打算当土匪了 觉得人生就拼得一把 那时候咱不知道脑袋的 这个叫共云党搞的 就咱不知道有有香港了 这香港我肯定逃港潮了 所以你可死了也得游过去 是吧 就准备往内蒙走 也不知道内蒙是怎么 怎么叫内蒙 就是蒙古族呗 说那都是蒙古包 那人特别热心 去了就给你酒喝 咋就去玩 就记得有那么三两个人 就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嘀嘀咕 开始研究了 哪一天在那一个人拿个镰刀 然后咱什么也不要了 什么户口 什么都不要 不要 因为反正也回归了大连了 那时候不知道能回彻 哎 就在这时候突然间 青天一个霹雳 就毛泽东死了 我的天 青年点里呢 一百零八个知情啊 一半是你们的 乌的 混合 我没哭啊 但是肯定得沐岸 就沾大堆给毛西 经理那时候参加的活动啊 当时心想 就那时候啥心想 哎呀 这下可完了 还要一死了 送过这不完了吗 好像都过不下去是了 其实现在想的特别幼稚 你的命运就在自己手里 你期待成 现在也是一样啊 我认为就算他死了的话 如果是共产党还执政 那就是可能就在小矮人 和这些军头们 对不对啊 中南海的元老们 可能就开 所谓的党内民主会议了 其实也就是一场新的政变了 可能他们 随时到随领先 而如果是胡锦涛 头脑还清醒的话 应该讲他还是有点 这权威吧 残留着权威 再加上什么李律环啊 祝隆基啊 什么宋平啊 简直要能喘口气的 谁的资历最大 谁能掌握军队 可能就会推出新的领导人了啊 所以为什么这一两天 这胡春华突然间 这么受重用 是吧 你管他真的假的 他有一张照片在习近平 身边炸的这个的确是挺诡异的啊 但是你看今天 胡春华不又出现了吗 但是这一两天 我看有很多网友 这个目光如炬啊 列举了很多反常现象 的确也有道理 比如说 你元父宗过世了 对不对 以前都是以习近平的名义 这会是以党中央的名义 具体的名义 这似乎说他可能连文件都看不了 就躺在那儿 几乎基本上是属于 基本上就是一口气的感觉了 你想连个夜店都不能牵手 那这个事有个大问题 还有一个 说是 他有些迹象啊 说是说是这个 这个闭幕室内说 三天都没换衣服啊 人们发现这个确实也是 三天不可能不换衣服 他们参加即使在统一组织开会 也都带好多习服啊 他们可讲究这东西 不会说不换衣服 这一定是内部出了这个问题 大问题了啊 大问题概率呢 本人认为很可能也就是有病 不太像就是说被人抓了 要抓的话 现在就媒体就体现出了 就不会那么报道 现在还仍然在报道他 只不过调子降下来 那就做好准备了 一旦死掉了 好转弯 对不对 你看那个这次三中全会已经体现出来了 比如说李克强提出那个供给侧改革 又开始讲 对吧 你看这里边写的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不就李克强提的吗 还有这个提法是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 江泽民啊胡锦涛都是这样啊 就不像以前那个吹捧的淋淋入拔啊 还有就是关于那个改革家拿下来啊 文章下架 这个等等吧 我今天看到海外媒体好多人都在猜测啊 各种说话都有 还有一个人发现了就说 党外座谈会是7月20号的事 6月20号啊 如果这是真的话 那么的确是有点 这个反常啊 那么这个反常 有没有两种可能啊 因为小蒋已经讲到了 小蒋其实在这之前已经踏陷披露 他说是什么 说齐心过世 齐心过世 他没开完会 他参加两天 那两天他就走了 就到那个北京啊 到这个深圳去了啊 有人说深圳戒严了 说他妈妈在广东过世 在深圳嘛 长期住在深圳 这种可能性也有啊 但是你说要他妈妈是过世的话 这一定会报道 很快就会验证啊 因为他妈妈资历够了 就那个级别的领导干部 何况还是习仲勋的妇人 姨爽 那肯定就会 有一个相当 旁的文章的报道 这就很快就会有 有有佐证 那么再总可能就别人讲了啊 可能是 一病不起了 假如这是脑血酸呢 一般来讲要躺很长时间啊 即便是他 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因为一个是年龄倒 你像我们这个年龄 都很容易得脑血酸啊 因为这个血液 那个血管里边那些 流动起来都很缓慢了 流那么多年 就我老江也是一样啊 我都能觉得 我这个血管都游动了 就在里边 里边那个杂子 什么淤泥是吧 干了很多坏事 里边都有 每个人都一样 因为每天吃的玉米 虾线 昨天来客人就烤大虾 我为什么烤大虾 我也下午吃了好几个 那大虾也是活动下 生命的 你吃了以后打下汗你 你那血管都不堵 都在堵是吧 这没什么气味的 第二呢 他本身又特别懒缺呢 是小事他都管 你看以前叫轻盘行动 吃饭要吃光的 轻盘行动给他管是吧 还有什么这个啊 厕所革命也太管 你说厕所太顶着 也就是一带一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东城西江平四世界 做瓦铃租复兴 要解放台湾 要带一带一路 还有什么 还要建设美丽的非洲 是欧洲的 反正全世界的事他都管 你说能不累 就是揽权太多 压力太大 每天可能是日理万起 还是什么也办不好 办什么事什么事 咋也上火 我估计元老们 就之前就开骂 那些老头还管这事 是不是 那么新贵们 各个是躺平 消极抵抗 是不做事 往殿小二们 就互相争权夺利 完了乱成一团 完了后宫吧 又整天 那些也是和殿小二们斗 是不是 对立派又爽阴谋 是吧 放案件 高级红低级黑 是不是 说不定还有暗杀 是吧 为谁的 是吧 等等 再加上 这些国内外局势 是吧 他最最最可以讲 在乎的 就是这么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也出大问题了 川普要卷土重来了 是不是 老拜登 他相对来讲 可能对老拜登 相对 所以还能觉得好一点 还是还是对川普好一点 咱们不好说 反正是 还是压力太大 这些事云集到一起 可能就是他这个力不从心 那么这就可能是日夜操劳 就患病啊 尤其是这次原先想象的三更全会 隆重推出彭里边 让彭里边变成江青 再把儿子再整上来 另外全国全面回彭毛泽东事 结果那个江青权给他把稿都写好了 最后一下子表决的话 没有票售基本上 连店小二们都暗中抵抗 抵抗啊 老婆也没上来 那这个孩子更没有希望了 这一下一股火吧 或许是真是必顽 是这个之前呢出了状态 状态状态的 你是一个笨头跌在地下还是倒在地下还是麦子太沉了腰山 人都不好说 才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反而是给我的感觉似乎无缝不起了 但是你说要是说像1976年那种情况的话 那就这一两天就会有消息啊 有点给我感觉不像 阿迪律师换病 或者是家里出了事呢 就他妈妈的事 因为他现在给他妈妈看了 那绝对是很重的一件大事 你像他妈妈 我估计不知道换了多少次干 眼角磨和肾 你再怎么换 人也抵抗不了 就打死了 你回血是吧 该来的事还要来啊 是不是啊 所以呢 如果他妈妈真是过失的话 他就会挂费很多的事件经历处理这个事 他那人特别爱面子 是吧 你处理 那自然人家有些正事就耽误了 那么这个也就很难讲了 报说啊 反正我今天我看到很多的消息啊 我看到有一些这个人们这个发了一些各种视频啊 还有一个推特上面微信上面 什么消息都有 总之 大家师傅都给我感觉都希望早一点告别 就习近平所谓的形势来的啊 这个人们都希望有所改变 这个是最大的民意啊 这个民意推动了中国这个发展 但愿啊 这个他早一点能够推出这个政治舞台 真的人们的对他的清算早一点开始啊 到那天滑了滑了把他这些什么习近平语录 习近平著作选择这一股脑的滑了滑了 就直接弄拉箱了 是吧 哎呀 让他恍生灰金了 然后就开始就叫什么 叫这会儿是就是清除习近的余毒会影响 我估计光这个清除这个余毒运动啊 如果工党垮台的话 也得搞个三五年才能把习近这套都 全清理干净 然后回归这个胡温这个年代啊 这个大概率比较大啊 你为什么呢 你要彻底终结共产党统治 从目前的情况 对我感觉不太像这么大的动作啊 那大的动作就很可能人们期待的那种情况 就像1976那种政变 有这种可能 那么更可能是他身体出了大问题啊 从折腾到最后 总没逃出什么生老病死这个规律 像毛泽东晚年就是这样啊 这一点也不奇怪啊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